俗哥说电影帮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美国的恐怖片 安娜贝尔的第二部诞生 影片一开场 我们看到胡子书正在制作玩偶 原来那个倒霉催的娃娃 就是出自这哥们之手 一天胡子书正忙活的时候 他女儿安娜贝尔开始跟他玩捉迷藏的游戏 胡子书根据他闺女留下的来找我和再近点的字条 很快就把小萝莉逮个正着 老婆冷淡姐丰满性感 女儿天真可爱 本来胡子书这生活过得还真是挺不赖 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梗皮着凉 胡子书带着老婆闺女坐完礼拜再回家的路上 一辆大卡车骑车过 安娜贝尔不幸就出了车祸 转眼12年过去了 但胡子书和老婆冷淡姐 仍然无法走出失去女儿的阴影 于是便把自己的家改成了孤儿院 收留了六个无家可归的女孩 转场之后 修女带着六个女孩乘车前往胡子书家 左边这位穿绿裙子 腿脚有点不利索的女孩 就是咱的女主珍妮丝 右边穿红裙子的小可爱叫Linda 两个小姑娘虽然没有血缘关系 但却情童姐妹非常的亲密 另外四位女孩属于龙套 在这就不详细介绍 在神父的带领下 一行人很快来到了胡子书的家 几个女孩一进屋就开始到处下雪墨 都觉得这里确实是不错 胡子书说我和我老婆住楼下 你们几个住楼上 平时没事不要在上面蹦蹦跳跳 以免影响我和我老婆睡觉 修女说珍妮丝有小儿麻痹 上楼估计不是太容易 能不能让我跟她一起住楼下 胡子书说几年前 我帮我老婆装了一个这玩意儿 用起来挺方便的 要不要试试看 珍妮丝坐着椅子上楼之后 就发现有点不对劲 总感觉要出什么事 她来到某房间门口刚想开门 突然被胡子书给拦住了 胡子书说以后要想在这混 这房间你最好不要紧 修女正在收拾东西的时候 升降机的门突然往上一窜 可把这姐妹下往圈了 珍妮丝站在窗口 眼瞅着其他孩子出去玩 心情非常的郁闷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她身后 一个模糊的身影出现了 并且正在慢慢的向她逼近 珍妮丝突然觉得脑后恶风不晒 急忙扭头光看 却什么也没发现 到了后半夜 珍妮丝突然发现门口有张字条 上面写着来找我三个字 她走出房间 站在闲人免禁的门口 突然又看到一张字条 上面写着我就在里面 这小孩的好奇心就是大 而且有的时候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 珍妮丝走进房间 发现了一把钥匙 她用钥匙打开柜门 被圣经封在里面的著名的扫把星 她觉得这娃娃长得太难看了 于是就用白窗袋给盖着 可紧接着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把珍妮丝吓得是花着乱颤的 转场之后 琳达跟几个女孩玩捉迷藏的时候 藏在了楼梯下面的杂物间 当她正扒着窗户往外看的时候 那个诡异的娃娃突然就出现 把琳达吓得心脏病拆了饭 到了晚上 大兄妹和大眼妹不睡觉 正在吓唬闹的时候 魔鬼突然就杀到 把这二位当时就吓吊 胡子叔说 大半夜在这捣乱 当心领了盒饭 转场之后 好奇的珍妮丝和琳达 再次来到了安纳贝尔的房间 琳达说好奇害死猫啊 要是真撞见鬼那可就糟了 琳达出去之后啊 屋里的事情变得是越来越诡异 而且珍妮丝第一次见到了小魔力 就在她懵圈的时候啊 安纳贝尔突然摇身一变 就打算让她领盒饭 珍妮丝一看形势不好 撒子就跑了 可就她那腿脚那能跑得了吗 这魔鬼稍微一发功啊 就把这小丫头骗子搞懵了 这鞋也掉了 人也被摔猫炮了 再也不敢吓唬了 珍妮丝说 昨晚上不是我自己滚下楼梯的 是有东西把我摔懵逼的 这个家呀有邪恶的存在 再不走啊 我早晚得歇了菜啊 修女说上帝可是咱老大呀 你有什么可怕的 为了验证到底有没有鬼啊 琳达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 这个实验的结果啊 导致小丫头骗子 算是彻底吃不下饭了 转过天 当珍妮丝正在院子里 晒太阳补盖的时候 魔鬼变成修女的样子 突然出现 哎呀不得不说 现在的鬼真的是太不像话 居然连太阳都不胖 而且这鬼的素质 确实不怎么地 你欺负一个残疾人 有什么意义啊 就在珍妮丝心惊肉跳的时候 安纳贝尔突然就杀刀 听到尖叫声的修女 急忙带着琳达冲进了仓库 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已经被魔鬼附身的 珍妮丝脸上的表情啊 显然已经不对劲了 到了晚上 琳达跟其他几个女孩啊 迅速开了一碰头会 说珍妮丝今天的表情啊 可不太对 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啊 胡子书以前有个女儿啊 在12年前挂掉 珍妮丝跟我说啊 她前几天见到了那个小萝莉 你们说这事是不是很诡异啊 大兄妹说诡异个屁 她可能觉得啊 咱冷落了她 所以想用这种方法 引起咱们的注意 第二天那一早 当胡子书来到餐厅啊 在桌子上看到了 那熟悉的字条 胡子书打开一看啊 这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而就在这个时候 被鬼附身的珍妮丝突然出现了 胡子书说 我有十字架啊 妖魔鬼怪都不怕 接下来这个特效啊 还是挺有料 导致胡子书啊 当时就交了饭票 拎得经过瞎琢磨啊 认为这一切都是那个娃娃者的货 于是趁着夜深人静啊 提着油灯 就把那娃娃给扔了 哎呀扔就扔吧 还非得伸脖子往里看 幸亏被绑大妖元的 兄女给拽入了 不然肯定在顶和饭 拎得回到房间 掀开珍妮丝的被子一看啊 没想到那娃娃又出现了 转场之后 兄女拿着娃娃啊 来到冷淡姐的房间 说这到底什么情况啊 冷淡姐说 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了 自打安娜贝尔死了之后啊 我和胡子书 祈求某种力量啊 能够再见我们的女儿一面 而且这个愿望啊 很快就实现了 我们得知女儿啊 想把灵魂寄宿在娃娃的身体里 这样啊 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虽然无法和女儿真正的接触 但这对我们呢 已经是很大的安慰了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我们觉得这件事 是越来越不对了 咱说实话 这十字架在鬼片里啊 就是个渣 当时那魔鬼啊 就把我的眼睛给储下了 以前我可是沉鱼落雁啊 你看看现在 简直是没法看 而且这魔鬼啊 现在就在我们家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孙子啊 本来打算夺走我的灵魂 但胡子书到教堂啊 请神父过来帮了忙 后来我们用圣经啊 困住了这个扫把星 但最终我们发现啊 这圣经和十字架一个德行 根本没批用 转场之后 被魔鬼附身的珍妮丝 拿着刀开始惊凶了 本来出镜就不多的 冷淡姐手荡气冲 戏份很快就杀了轻了 接下来就全乱了套了 把几个女孩全都瞎尿了 紧接着珍妮丝 开始追杀自己的闺蜜 就在Linda马上就要嗝屁的时候 修女及时赶到了 这成年人的经验呢 就是丰富 上去七雷喀叉就把珍妮丝给困住 当警察叔叔赶到的时候 发现珍妮丝已经不见了 转场之后 上一部安娜贝尔中的倒霉夫妻 来到了孤人院 领养了自称为安娜贝尔的珍妮丝 12年之后 影片衔接到了上部安娜贝尔 倒霉夫妻被杀的戏 老两口正搂着睡觉的时候 被安娜贝尔和男朋友给干掉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嘛 魔鬼素质都不高 总拿弱者来开刀 欺软怕硬要人命 道德败坏没情操